今天我们的疫情境外移入的人数 看起来升高了 王碧胜就告诉大家说 我们进入秋冬时期 疫情有反转迹象 大家千万要注意 其中中国因素很重要 他点出了四项 来 你看到的 什么呼吸道 后发 国内松绑 年终聚餐 第四项 中国疫情持续升高 所以 恐怕大家要小心注意 提防中国因素了 可是好奇怪 我们去查了一下 现在好像中国大陆的游客 是不能进来的 我们对中国大陆的限制 是很严格的 除非你是谁 你是我们自己的人 或者是我们中国大陆 就是陆配 还有六岁以下的子女 就是都很严格 就是你必定一定得来 我才让你进来 其他的人通通暂停申请来台 照理说你防堵的还蛮 很严厉的 那中国大陆的因素会因为 会影响到我们的疫情再起吗 这个我们是画了一个问号 不过既然指挥中心这样子讲了 我们当然也听从了 那网友就说硬要牵托中国 你没有中国 你不会执政了吗 尤其苏院长讲的小三通不能开放 如果开放 我们现在慎重考虑如果开放的话 他们会来强调这件事情 大家也觉得懵了 也觉得怪了 因为大家知道吗 现在我们跟对岸是有直飞航班的 华航长龙都有飞 上海跟北京 小三通其实某种程度是为了一些经济能力 这是比较便宜经济的回乡过节的方式 你从海上回来 比较便宜 尤其如果你住金门的话 所以是个小三通 如果你想想看你住厦门 你在厦门经商的台商 你现在要买一张机票 想尽办法到上海或到北京 再搭直航飞机回台湾 你的经济时间上面要花数倍 你不给人家方便 然后说人家怕人家来抢药 这个东西说不通 所以你的狼来了是喊错了吗 那另外我们看到逢中必反这件事情 最近大家注意到的 就是所谓的配方比例 食品配方比例的争议 那源起于中国大陆不是 希望大家就是进口的食品 要给配方比例吗 那现在扯出说 就中国大陆是不合理的要求 可是其实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代大家会Google吗 那Google大家看了就知道说 其他国家也会要求 昨天我们也讲了 HACCP食品安全管理系统 各个国家 尤其是先进国家 要求都蛮严格的 你要把食品输入到那个国家 你就必须把一些 你安全的配方比例都告诉人家 可是我们看到的 这样的讨论出来之后 我们的食药署是做梗图 告诉大家说没有 只有高风险的食品 才需要给这个食品配方比例 其他食品不需要 都都自由贸易 官方不会特别要求 意思呢 是什么呢 食药署该做的事情不做 不该做的事情 做得倒是蛮多的 过去我们看到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这位女士要求台积电 交出机密资料 王美华怎么说 企业自己会把关 什么公开 什么不公开 他们自己会做 那讲到台积电赴美制造 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掏空 我们的护国神山呢 张周谋 我们翻出来 今年四月份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去美国不是我的决定 因为我已经不是董事长了 是现任董事长的决定 那另外呢 我们再爬树一下 八月份 Pelosi来台湾的时候 他讲了 不看好半导体制造 移植美日 那当然是因为 成本会增加 以台积电的成本来说 你可能不利 那赵少康 赵大哥也讲了 护国神山就不该让他跑 变成别人的实验场拱手让人 就是民间有很多 包括在知识界 有这样子的讨论 这是丧权入国的 新不平等条约吗 凤梨酥的配方 不能告诉别人 所谓配方 也就是你的原料 大概有什么 比例有多少 可是台积电 OK的 因为美国会保护我们 大概是这样子的逻辑吗 这样的论述是对的吗 现在在2022年 九合一大选落幕之后 民进党可能已经sense到了 抗中保台这件事情 要做一些调整了 我们来看看 郑文灿首先抛出来 她说 这个论述要调整 蔡总统执政路线 是追求两岸和平稳定 那这一切都是为了 赖清德台教吗 因为现在有一个说法 赖清德要选2024 她的两岸路线 必须不能完全 蔡归赖随 如果这样子 2024会 苏了了 是这样子吗 林卓水也说了 蔡英文带着国安会 还有国防部 示范恐惧和不安 给民众看 所以抗中保台 才会失效 讲到抗中保台 我们讨论了好久 兵役要不要延长 我们的年轻人要不要自己保卫自己的国家 从8月讲到现在 要不要延长 国防部迟迟不能做决定 原因到底为哪装 上报昨天出了一个独家说 那是因为赖清德 他担心2024的总统大选 被影响 你现在如果要延长的话 到时候年轻人票不给他了 这样子他不会当选 所以hold住了 国防部hold住了 今天我们去问了国防部 国防部说 国防部相关部门的跨部会协调工作 都还顺畅进行 并不是为了一个人 不是为了赖清德而推翻兵役 或者是延后宣布 最新消息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100亿 通过了100亿美元无偿 军援台湾的条例 这个是2023年国防授权法 美国的参议院83票 赞成11票反对 他通过的是五年之内 无偿军援台湾100亿元 来抵抗中国 并且加强美台的战略合作 这全部连在一起 到底意义是什么 来 请教辉文兄 前子这个国防授权法 是明年的财政年度 2023年的 那开始财政府在玩的东西 自从2017年的那一个国防 主要一年一次 我这个请制作单位做个功课 把2017 1819 每年的国防授权法 跟台湾有关的通通列出来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列在上面的都没做 我不晓得列在上面干什么 国防授权法就吃大家的豆腐 当时亮哥谈很多台湾政策法 台湾政策法是有过 也没过 也卡在那里 所以美国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 因为前子在大陆住点6年 前子你看北京宛如空城 也就因为大陆的新失调的关系 我觉得在大陆疫情 相对吃紧的时候 我们的指挥官讲那些插话 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应该 当然大陆的现在的整个 当然不是只有北京 他服务员这么大 很多地方的疫情都非常的 大陆他也取消了 他的多人混管的核酸 也就是我们台湾讲的PCR 他现在要自费 你做单人单管人民币16元 人民币16元 这个就是我们的PCR 我们的PCR是800元 人家16元我们800元 为什么 是人家的几倍 我想请问蔡总统 我想请问王碧胜 你看到这个数字 你不觉得奇怪吗 人家是16元我们是800元 我们看起来像盘子吗 你这个执政 我不要跟你谈抗中宝台 这世界怎么追得上台湾 已经疫情两年多的 我们的PCR还这么贵 贵到陈时中还觉得理直气壮 我们的比较准 准你个头 这笑死人 我一句话回应你 你如果要去修正蔡总统抗中宝台 我要帮蔡总统抗议 全职2024的大选的主旋律 就是蔡总统执政8年 好棒棒 执政非常的好 超越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是有史也最好的总统 怎么可能去修正蔡总统 你修正蔡总统的路线 你是对不对 那你把蔡总统当做什么 执政失败吗 没有失败 哪有失败 执政是成功的 赖清德是比蔡总统还毒 还偏激的人 赖清德你想骗票 门都没有 我一定会揭穿你的假面目 你是台独今孙 你是务实台独工作者 你想修正抗中保台 你笑死了 哪里的亮哥 这个王毕胜讲这话 真的很奇怪 因为你可以要求 他做完核酸回来 而且回来也可以再隔离 比如说你在隔离三天 要求隔离的时间 再做两次PCR 是 所以这个绝对是可以 技术处理的 而且来的 他讲的没错了 实际上来的不是陆克 来的是台湾人 他是对中国大陆区域的防疫 他质疑 你质疑可以用核酸来解决 对不对 人家只是付不起机票 希望从小山通 能够便宜回来 因为上海到台湾机票 已经涨到7万 而且我跟你讲买不到 买不到 真的买不到 已经很多人透过我 我也没办法 所以他竟然用防疫理由去挡 买不到票 用防疫理由去挡太可笑了 因为技术上绝对做得到 对不对 我觉得 刚刚讲到郑文燦的论述 我觉得民进党缺的不是论述 缺的是言行要一致 不是论述 你到处都是抗中保台的立委 都是放炮 对中国大陆充满敌意的部长 那你怎么去证明你的论述是真的 要言行一致 来 没有 王毕甚至在讲这个 今天我们确诊多少 今天确诊一万五 你告诉我你大陆回来的台湾人 要有多少会比你这个多 会对你疫情造成影响 境外移入好像是一百例 已经算是新高了 明天的回来多少 你要去推在这个真是没有道理 我觉得郑文燦讲的也是鬼扯 他说的是说民进党两个论数要调整 又说蔡总统的执政路线是追求两岸和平稳定 他的意思说蔡总统的执政路线没有错 那你现在要调整什么 当然不能调整 那你要调整什么 他说蔡总统的执政你们都误会了 他没有错 那你现在要调整什么 而且我今天讲 今天最简单的 你明天哪从上到下就是动不动 习惯就是抗中保台 制度餐吃到饱 讲小山洞这件事就好了 邱大山多久之前就跟你讲春节 他就在跟你讲春节之前 然后昨天陈民通还是讲春节 但是你今天苏文燦就是要吃牙豆腐 就是要说他们来会抢药 你一个政策早就确定在那个地方 你就是要开了 你今天还要去试人家豆腐 你是怎样 就是说你就是一定要开了 他刚刚讲说他们来会抢药 而且人家才是制药 那个学民要的制药大国 你又不是 你觉得今天长这些药没有 而且今天你说黄之后 就是委员刚刚讲 他从上到下都这样 委员官员侧义 全部都长成都是看不懂 康春宝来制度餐吃到饱 而且不只是这样 是包括你的支持者都长成这样 是 你今天来讲民进党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就是林卓水讲的 我的康春宝台牌跟战争牌 这两个东西 我以前赢现在状况不好 你理论上来讲 你的政治状况不就要去调整 你的政策的 你在政治状况的位置上 美中这况的位置上要去调整 但是你现在的状况就是 你调不动 因为从上到下都长成这样 你上面 不要说你上面没有心要调 像苏文昌这个就是没有心要调 你就算想要调你的下面 对不起你那个政治状况 已经踩着实时的根深蒂固 在新的状况 观众朋友在我们节目画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这个QR Code 只要拿起手机对准扫描下载之后 就可以一手掌握TVBS新闻 和我们一起发挥监督的力量 更多更多有关时事议题的讨论 请锁定新闻大白话 我们准备